再来带您看到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性别教育体验中心 在10日上午剪彩启用 他们期盼是可以透过模具、子宫房、避孕专区等设计 有系统的将正确性知识灌输给青少年 而进而降低青少女未婚怀孕的比例 立新基金会阿赫性别教育体验中心 在10号上午正式开幕 馆内除了提供许多味教模型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子宫房 可以让青少年透过互动体验的方式来探索自己出身的地方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 运用人体器官模具呈现绳子系统 不仅可以讨论也能让青少年拿下模具体验 希望透过全面性的教育 让孩子们可以更加认识了解自己的身体 并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进而来降低未成年未婚怀孕妈妈的比例 那因为这个专业说实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谈 那所以我们就期待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 然后大家就把孩子带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透过我们这边的丰富的媒材 然后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 那可以让孩子透过这样的过程中 了解身体的变化 了解性的知识 然后还有性别的概念 那也期待他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 也可以去认识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会发展出他可以比较好的 跟人的互动的方式 那未来建立自己的家庭 或者是建立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顺利 那我们就有所谓的探索区体验区 可以让孩子们来做一些操作 那我们收集到很多的教材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实际 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构造 然后性器官只是所有器官的其中之一 他不应该被特别的忽略或忽视 这个性别教育体验中心 是赤之百万来修建完成 阿赫的含义是分别代表独立 健康平等以及尊重 希望能向大家传达 每个人都是健康独立的个体 在性别与关系当中 应该受到平等且尊重的对待 欢迎各中小学校及家长们 可以带领小朋友一同来参加 以互动体验的方式建立正确新知 记者 徐立晴 花联市报导